明孝哥,來人 今天疑似到這個studio錄影 我們認真很多 其實之前都認真的 今天我隔離是殯泥爸爸 我隔離這個名字很特別 高高Peter 但這次我不會深究你的名字 總之是高高Peter 你的小朋友幾歲? 講一下自己的背景 我小朋友九歲 我只有一個兒子 現在就住在紅磡區 我小朋友讀的學校就在九龍城附近 講完學校名字都可以 現在他在讀聖三一堂小學 聖三一堂小學 四年班,聖五年班 好學校 我去過一次做Dex Network的活動 雖然九龍城區很貴的地段 但裡面的環境我覺得挺好的 挺靜的 小朋友就是由聖三一中心 聖三一堂 全名叫什麼? 幼稚園有兩間 我知道那裡 有一間就是聖三一中心幼稚園 一間就是聖三一的曾兆天幼稚園 兩間學校 兩間幼稚園 因為我也聽過很多家長 一到報名季節 經常都要報這間 為什麼呢? 那個區漂亮 九龍城區 你知道很多好學校 你自己的想法 是否想報這間 接著直到九龍城區的小學 中學 我不是 我其實挺傳奇的 對於報這間學校 我小時候 我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要報學校 突然之間 有人跟我說 你應該要報M班 我問 報M班? 那我就到處撲 但是原來 時間已經太遲了 變了很多學校都真的不收 但是呢 我照樣交報名表 包括聖三一中心 幼稚園 我也有提報名表 結果呢 M班就不是讀聖三一的 讀了在家附近的另一間幼稚園 但是很神奇 都由M班升K1的時候 讀著M班的學校 就跟我說 你這個小孩未必可以直接升K1 你們都要留意 自己又要去撲學校 突然之間 一年後 升三一中心 打給我 他說 你好啊 我們現在開始報K1 你是不是還有意讀 我突然之間 你回想我 我當然說 好我有意讀 我現在立即去報名 這樣 結果呢 就 兩邊都有得給我選 就是現有的那間 和聖三一中心 這些真的很好運 對 所以 誰告訴你要讀M班的 其實 是一些同事 同事 他說 因為你報了沒有? 我報什麼就報 他說 是時候報了 我才認識 你太太也是這樣 兩個都是不知道的 哦 這又是叫佛系 到時有得讀 至至於原則有得讀 還要讀一間這麼好的學校 好了 我想問問你 你佛系 你現在小學 你有沒有想過那條路是怎麼走的 其實 就是入幼稚園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入幼稚園當時 我都沒有理會那個區域成的 只不過家裡附近 就最好了 只不過讀到K1 K1完 K2 就開始 家長就談小學了 是 那時候我才知道 原來不是 小學就是跟自己住的地方 是 自己住的地方 幸好 又是屬於九龍城區 即是紅磡區附近 是九龍城區 都OK 因為聖三一堂小學 就有個機會 就可以上到聖三一 抱歉 聖三一 中心幼稚園 就可以直接升上聖三一堂 直接升 當時是直接升 即是學校跟你說了 是必升的 他未去到個必字的 但有張範圍給我填 99.9 所以那時候都覺得 如果外面的學校收得不好 阿仔繼續在那裏讀 那間小學也不是差的 我即是在九龍城區的中學網 所以就朝著這個方向 就真的這樣走 這條路 而你亦有錢交學費 因為是私小來的 沒錯 你說有錢是另一回事 但都值得 值得 都是家長熱捧的學校 無論是幼稚園和小學 都是 幼稚園那裏 好笑的 九龍城區有很多 都出名的幼稚園 競爭都很大的 那時候 我講的故事給你 就是在網上的人 流傳 就是某間 九龍城區某間幼稚園 發生一些事故 就是校長又很差 老師又很差 那些人就不斷追問 哪間啊哪間啊 我不是說聖三一堂 就是流傳 但是後來發覺 那些人 咦? 那個我們叫做 發 post 那個人 就是發了 post 發了 post 之後 就失蹤了 潛了水 然後那些人 都這麼奇怪 然後發覺 那一陣子 原來就是報幼稚園的時間 然後我就想 咦? 是不是在抵毀那間幼稚園 等少些人去報呢? 等自己的機會 很大可能 因為真的 那個版主潛了水 不知道他在哪裡 但是他就流了一些事 那些人就說 你為什麼不報警 發生這些事 這麼嚴重的事 所以這個競爭 真的十分之大 你就是十分之幸運 是的 那我想問你 那時候你進去 這個小朋友 進去幼稚園的時候 有沒有面試 那些事情 那情況 記得嗎? 有的 但是都是小朋友 自己進去面試 是的 那家長是在外面等 找出來的 是 然後呢 他出來有沒有跟你說 雖然很小 他就 面試情況如何 爸爸我得了 有沒有 小朋友出來 就沒有見 沒有說過任何事情 但是呢 其實他進去之後 我都有跟老師說過 是 他都認得當時 他面試過他 是 那他純粹是 真的看他個人 那個 譬如社交能力 或者是一些 會不會很頑皮 是不是乖乖的 真的聽老師說話 那種小朋友 我有印象就是 這樣就可以入到的了 哈哈 沒有說 一定要 你一定要懂 什麼顏色 你要讀出來 你要怎樣怎樣 我有印象 沒有說一定要懂這些 因為很多人都要讀那些 幼稚園都要讀面試班 你就沒有的 沒有 有沒有特別訓練 你說雞精呢 自己趕快 在那幾個月裡 當然要立即教一下 因為我都不知道 當時是面試面什麼 只不過都是 在網頁上看 人家說 你要懂些什麼 就略略教一下 但其實好像最後 我兒子都不太懂 是 都不太懂 是 完 又是這樣 入到 這也是一個方法 佛系入學 對 你不要理他 他又進去 自然地入到了 OK 入了這間幼稚園 你覺得這間幼稚園 和你想像中 相差大不大呢 或者有什麼好的地方 你可以跟觀眾說 我覺得 入了這間幼稚園之後 因為我之前是讀另外一間 我覺得那間很密室式 我在門口放下了它 兩個小時後就接回 中間那段時間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有機會進去 沒有 沒有的 只是在門口到時候就叫你的名字 我去接 我每次問他 你今天做過什麼 吃通粉 明天又問他 吃什麼 腸仔通粉 但是自從我轉來聖生育中心之後 他們比較開放一點 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送他回學的時候 那些老師 那些同學已經在操場上 已經好像在玩一樣 所以變成很多互動 接觸 另外 學校也會 很多時候都會邀請家長 譬如 學一下 不是叫學一下 就是 不如你又教一下小朋友 用你們的專長 譬如你的職業是什麼 我可不可以來講解一下 又或者參與一下 這個我覺得很好 起碼看到他在做什麼 是 很多機會可以入學校裡面 是 參與他們的活動 沒錯 這個呢 幼稚園通常都比較多 不過剛才你那間我就不知道 都比較多 但是我聽過 好像連小學都可以 是不是 聖生育小學 家長有機會可以進去學校裡面 沒錯 沒錯 那 上學的時候 都可以 帶到他進去裡面 就是不在門口拜拜 家長可以進去 進去 進去都可以 我覺得很開放 其實挺好的 而且 可以令到小朋友 尤其是從幼稚園轉上小學 那一刻 他沒有那個恐懼感 是 因為家長是可以完全自由出入 這樣 變了他會覺得 不會說真的 好像一帶進去 就跟父母分開了 只不過是個鐘響 所以大家要做大家的事 所以當時沒有什麼恐懼 當時 如果你的兒子在那裏讀了這麼多年 就是幼稚園還是兩三年 幼稚園三年 幼稚園三年 給你的印象 這間學校 如果給你數三樣 你覺得最有印象 覺得最好的 很正的 做不做到出來 首先我覺得 老師 真的 用了很多時間 心機去看小朋友 是 他們那些書本作業 不是說就這樣印出來 每一年都會有些不同 另外就是 他們有很多 在課室的活動 裡面的佈置 他們跟小朋友一起做 我覺得 不是說普通畫幅畫 那麼簡單 可能做一個立體模型 這樣做出來 老師要花些時間 對 另外 譬如 校長 校長 訓導主任 那些 他們都會跟家長很多接觸 這也是讓家長放心 讓小朋友 放在學校裡 由他們去教學 環境呢? 你覺得環境如何? 環境不錯 因為其實外面有一個 所謂的停車場 大一個停車場 在學期時 沒有車出入 所以變成很大的 他們玩 我記得好像要上五六樓 又有一個遊戲室 也有很多活動空間 對 這兩件事 通常第三件事 有些家長會說 他學的東西學得很好 英文很著重 你家幼稚園有沒有特別 這件事? 學習這件事 我有印象在學習水平 就不及得說 有些學校已經讀一年級 我記得是K3 才教學寫自己的名字 是 其實正常 是嗎? 不是啊 有些我看到K1 K2已經寫很多字 那些不正常 小朋友這麼小 小肌肉運用得不好 還要寫得很漂亮 其實沒有必要 很後期的 去到K3的下學期 才說比較要做一些類似 好像Coffee Book 那些 我覺得反而好些 我自己個人 我覺得幼稚園 最重要是讀得開心 學不學到東西 其實無所謂 是的 況且你可以保證上到聖三日小學 更加不用出去跟別人爭 但是好像這幾年 我聽學校說 是改了一點 就不是 就是 不是大部分 不是保證的了 是的 好像不知去到一半 其實這個才是正常的 很難保證 因為幼稚園和小學 應該沒有一個機制 但是因為你和一個教會 教會中心 可能就告訴你 好 但是現在競爭力 競爭力真的大了很多 是 可能他都會收少少外面 幼稚園的學生回來 好 中間由幼稚園上小學 有沒有特別的過程 還是沒有 正常的升上去 又好像沒有 又沒有抗拒 又沒有什麼 不用再面試 那些 當時不用的 不用面試 簽一張東西 簽一張東西 就讀上去 知道原因 真的很好運 還有就是他升了小學之後 他幼稚園的老師 來不來都會去看他們 因為有隔離而已 隔離而已 所以變了 我兒子又有時候回來 哪個老師又來找我們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聯繫都差 我也覺得是的 因為我兒子都是一條龍 由幼稚園小學 這樣升上去 校四都是隔離而已 其實都不錯 有時候我見到幼稚園老師 那些老師都會問 你這個小朋友多好 我升上去之後 很開心 其實如果有機會可以選到這些學校 我都覺得值得推薦 沒錯 你現在的小朋友就是四年班 這四年讀成怎樣 感恩 感恩 尚算不錯 如果有上去的老師 課程 課程是否深入 多不多課做 最重要的問題 一般 我想都是屬於正常 正常 小朋友沒有投訴過 小朋友不敢投訴 不敢投訴 你觀察他有沒有 比如回來 要做到12點才睡覺 12點沒有什麼 其實我都有聽 可能每個小朋友那些不同 我那個可能都會做到七點八點 都要 多不多 因為他可能比較慢 因為我都聽過 比如有些同學仔 放學回來 真的很快做完 就看電視 對 所以我覺得是小朋友的問題 但他自己就 你沒有見過說 很辛苦很多事情做 那些 那 久不久 應該是去到星期五 就會比較多 因為要放假 對 但他也沒有新歌 他是不是很喜歡選學校 他喜歡 喜歡 因為我們都嘗試問一下他 如果不讀這間 那怎麼辦 他都說不要 讀這間 OK 通常父母 就想小朋友的升學路 可能由N班開始 甚至Pay Group開始 一直想讀什麼小學 讀什麼中學 現在去到小四 中學有沒有想上 據我所知 聖三一堂的中學 就好像是中文中學 是 你們的計劃是怎樣的 我們就沒有說 再直接一條龍想過 因為其實 由幼稚園到小學 我們都沒有的 只不過他有一張 form 我們只要填 那意思 但是至於你說 中學那條路 基本上都是 到時看他的程分史 可能都是大抽獎 或者去見一些直資中學 你也打算 不會一直直上去 給多些機會試試其他學校 是吧 那你自己心中 有沒有想過 讀哪一類學校 或者哪一間學校 你是想去讀的 我想起能力的問題 不要想這些 我自己就沒有 當然是留下太太 他有沒有跟你說過 有說過一兩間 就是銀器 何明華 每都銀器 對 譬如 黃芬藍那些 都是牛津道那一帶 都是九龍區的 應該是那些 因為我來不來聽聽 你說 有藍白 那些動物 他讀到的 就試試給他讀 你也會很開放 因為 我不會特意拘捕他 要讀這種學校 他有能力讀到的 就讀 我也是用這個方法去培養 我要問一句 經濟能力 你讀直資那些 又要交學費 如果不離譜 還連現在交的 都可以繼續交的 OK 努力工作 沒錯 要的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謝謝 謝謝 下次我們明孝過來 人再見 拜拜